你知道我们房间有多浪吗 你看看 你看看你平时都在搞什么 哇天啊 你们先看看啊 这是小熊的垃圾 好烦哦 为什么会这么乱呢 可能这就是勤奋录制视频的我们 都没有时间收拾 但是乱归乱 我们这里面要狠着保诞的 看一下有什么保障东西 一会抓一会小可爱把礼物送给你 不管你要不要就是要送给你 你今天很像那个还猪哥哥 猪 首先我需要一个超大的垃圾袋 走你 必在垃圾 垃圾袋二号走你 中途收拾到了好多文具 顺便给那个 昨天抽中奖的那位小可爱踢过去 是一个文具大礼包 超级一个多东西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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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箱满满的 通通都送给你啦 最后来一张我丑丑的小祝福 第三代 第四代 怎么会有这么多垃圾呢 你们可能以为我在骗你们 其实真的有四代 不急啦 等一下还有啦 三个小时过去了 房间终于收好了 不知道有没有小可爱跟我一样 就是 得了一种什么间歇性爱干净的病 就是 东西可以一直堆一直堆 然后一直扔在那里不去整理 然后突然有一天了 心血来潮 就把它整理得很干净 接下来是仓库 天啊 我刚刚真的是收拾掉了超级的东西 这里整齐了一点 之前收拾出来有九袋垃圾 这里整理了五个小时 哇我们乱七八糟的仓库终于整理完成了 累死我和妹妹了 全部都做好了分类 这是我们今天整理出来的一个宝藏 你们可以猜猜里面是什么 我们会在评论区 求一位小开把它送给你 最后我们妹妹一共整理出来十袋垃圾 真的是有点夸张哦 从日出整理到日落 整整八个小时 我受不了了 我要烫掉了 我以后再不想打烧卫生 再见 你不要把这个搞到家里很乱好不好 请大家帮我们点个赞 累死了 我现在特别想躺在这边 好吵啊 不好意思 拜拜 拜拜 封面读 那样就能显得你特别勤快 是不是 躺在垃圾在上面拍 封面读 最后偷偷送上两姐妹子拍